晚上好,非常非常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间 今天还是水仙和我一起讲,主要是水仙讲 今天的主题是如何与比自己强的贵人建立强关系 保持强关系 今天的顺序是这样 我们是先说如何与贵人保持强关系 然后接下来第二部分才是建立强关系 为什么这个顺序跟通常我们理解的说 你得先建立然后才保持 那是因为我之前跟水仙沟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就是保持这个强关系是很多人忽视的 因为之前那个好多课程里面有多多少有带到过 这样子的就是创造各种机会跟贵人去建立联系 今天当然也会讲,但是前面部分最重要的 我们会讲这个保持强关系这个东西 为什么说保持强关系这么重要啊 因为我平时的观察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就好多人他其实真的已经搭上了贵人的边了 甚至说已经建立联系了 但是他们保持的不好 就是他们就会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系给多按掉 而且很多段调是他们自己无意识的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要讲这个 如何保持这个强关系 哈喽,大家晚上好 很荣幸又再次做客那个娟姐的前聊直播间 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跟心得吧 其实我同意那个娟姐刚才说的 就是其实如何保持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然后因为我刚好跟娟姐聊到一个朋友的事 也是最近发生的 然后这个主角也是一个投行男 一个男生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归纳出对大家很有用的点 我来分享一下 这个男生呢 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精英的投行男 然后他是做这个金融产品的销售的 然后他的这个 他是我跟他吃饭的时候 然后他给我看这个微信 说你看今天那个谁谁谁 那个我的那个潜在客户 大哥给我转账了一万块钱 我没收 然后然后我当时就是 那就聊到这个是怎么回事吗 是这样的 因为他是做这个 这种海外基金方面的销售 然后呢给这个客户 那之前这个客户也是这种江州一带的这种制造业的那种大哥 然后非常有钱也很有家底 然后就是找他来要买这样的金融产品 那他当然也非常专业了 就是给大哥做这种方案啊 风险评估啊 产品推荐啊 然后各方面也都做得很好 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后来呢就是大哥是非常确定要买的 然后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就开户啊 然后身份验证啊等等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 就等着他把钱打过来 然后去认购这个基金产品 然后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然后大哥突然说他的这个东西买不了了 因为他的钱在就是境内的这个P2P他投掉了 本来以为到期以后就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 但是那个P2P跑路了 所以他这个钱拿不出来了 OK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 大哥就很抱歉的给他这个微信上跟他说 说这个啊 说这个某某总啊 说这个不好意思啊 说你看你也给我做了这么多的服务 做了这么详细的方案 然后哎呀 你看我现在这个事就是一时半会儿 我也买不了了 我觉得挺不好意思啊 然后那个我我觉得就是说要对得起你的这个劳务跟辛苦嘛 就是说虽然你的这个如果做成了你的这个就是业绩哈 应该说你你我也不知道你能拿多少钱 但是说反正我给你转一万块吧 就是表达大哥的一个歉意啊 不好意思 就是就是说了这么一段话 然后直接给他转了一万块钱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非常明白整个事情的脉络了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肯定不会去收这个一万块钱 这个我觉得他在这一点上做的非常非常好 然后他就是马上回去安慰这个大哥说 哎呀大哥你看你给我转这个钱 咱俩真的就是太见外了啊 就是您看您遇到这个事啊 我心里也很难受 当然还是提醒您以后的这个P2P啊 类似的投资就不要再做了 还是要注意风险 但这个一万块呢 您的心意我特别的感动 但是钱我肯定不收啊 说这个大哥下次我我到您那个城市 那个去出差找你喝酒啊 然后那大哥就是也是很等于是很 这个事情反而是加深了这两个人的关系 然后我们来复盘这一个事情的经过哈 就是其实我相信大哥在给他转账一万块钱的时候 呃他心里肯定是对这个对这个金融男啊 他有亏欠感的 但是我也相信大哥转账是真的觉得要要对得起 因为人对方也是个金领嘛 人家就是就是你知道当一个金领 比如说年薪二三百万的时候 那他的时间是多么的值钱对吧 那如果对方在你身上投入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 还有这种专业上的知识和信息 那你肯定是要对得起人家的这个付出嘛 所以其实就是越是上层的人 他心里面是越有这个概念的 所以我相信大哥转账一万块并不是为了考验他 而是真实的一种表达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这个好朋友他做的更加好 就是说他知道其实大哥心里面对他是有亏欠感的 但是他没有利用这个亏欠感去赚这个就是眼下的这一点小利益 而是说他把这一份关系看得更长远更重要 所以他才会就是说站在客户的角度去安慰他 然后也去这个就是劝调他 而且去保持这种长期的有来有往的这种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案例 如果说刚才那个是成功的 那接下来这个可能是有一点负面的案例了 这个案例呢也是我的一个 不是太近的朋友 但是是一个女富豪的这样的大姐 就真的是富豪 因为现金流也很好 然后资产就各方面都很好 这样的四十多岁的一个大姐 他本身生活是非常非常有品位的 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一个活动上见了大姐 他就在抱怨吧 就是他说因为他们家要买红木家具 但是他就是之前找的那个 就是那个卖红木家具的那个小女孩 总是说他做的各种方案都不好 后来就是说那个小女孩 可能前后做了十几版 就是家具怎么样去组合呀 去搭配呀 然后这样的一个方案 就是听啊 然后怎么去呈现啊 这种然后改了十几稿 然后都给这个大姐看 那大姐就是还是不满意 就是觉得心里面还是对这个 不是一个百分之百接受的这个方案 后来呢 这个这个这个超级有钱的姐姐就 有一点就可能在沟通中吧 就是还是说 哎呀我再看一下 我这个我这个方案还不是完全的这个 觉得百分百满意 然后他表达出来这个意向 然后对方那个红木家具销售的 那个小姑娘就 就是突然就 有一点态度不太好 因为其实越是高阶的人啊 他对对方的这个感情的变化 的捕捉是非常的敏锐的 当时那个就是姐姐就放下手机 就有一点不高兴 当然他他不他这番话 他绝对不会对那个 卖红木家具的小姑娘说的 他是跟我们就是在场的朋友们说的 他就是说 你这个你就是这个小姑娘 你不要觉得 好像你在我身上浪费了多少时间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做实际版方案 我还花了那么多时间看实际版方案的 对不对 所以啊当然就是说 当然是说销售 一个销售人员如果他成功的做成这一单 他有这个佣金啊 他才有这个这个现实的这个金钱的回报 这个我们都非常的理解 但是其实客观的说 比如说当你是一个就是20多岁小姑娘 你跟那样的就是女富豪姐姐的这个客观的 这个实际地位差距是存在的 换句话说 你们的时间价值是不对等的 就是你花了15个小时做15种方案 跟对方花了两个小时看15个 看15个方案 依然是对方的时间价值是更加值钱的 所以其实就是哪怕是站在这一层角度去考虑 就是说你都不应该在客户面前流露出那种 啊我付出太多了的这种委屈感 这个其实是会让对方比较讨厌的 如果你相反你不流露出这种情绪 其实哪怕这一单做不成 那你说那个姐姐她知不知道你的心血和付出 她肯定是知道的 对吧 但是那也许这个关系还可以长期的去维护 对所以这两个案例呢 就是可能做原意正义反吧 就是我觉得其实越是和那些高阶层的人相处 应该越把短期的利益相对看淡 而是更在乎这种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 因为就是首先对方之所以高阶 他一定是因为他是成功的 而且他做对了很多很多事情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你能够认识他 你能够跟他合作或者向他提供服务 其实你已经得到了一个机会 无论是向他学习的机会 还是说他将来可能带给你的其他机会 这这本身就是一个 呃就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呃然后接下来我再想谈一大类吧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就什么样的人会容易更容易 本身就更容易跟比自己阶层高的人维系关系 嗯我我会觉得就是首先大家灌常意义上的这种就是我们说专业人士或者说大中产阶层这一个阶层的人 呃其实是比较容易维护跟上层的关系的 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这比如说你三甲医院的这种核心科室的什么心脑血管啊 一把手啊这种名医就所有人都知道对吧 他这他的客户名单里不缺任何的这个富商权贵 而且都是别人会来求他的对吧 所以就是说当你把自己的一技之长做到很专业 然后对别人有用就会很容易维持跟上层的关系 就是类似的例子有很多啊 比如说银行家啊投资人啊大律师啊 然后艺术家啊学者啊就是等等 我觉得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范畴 呃所以说这一类呢总结下来呢就是说因为有非常扎实 而且是非常真实的这种才干 而这个才干会被他人所需要 然后所以他能够为跟上层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那么我我想说另外一类的情形呢就是说呃也是相当于你会对上层有用 因为大家不要假设就是一个上层或者说一个比自己地位高的人 他就是全能的啊这个不是就像举一个例子 就像比如说一个一个超级学霸 一个清华的这种顶尖的智商的人 他不一定在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很强的人 就是就是就是比如说你在清华校园里 如果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为什么只要在清华读本科的人毕业以后都会非常的谦虚 就是因为无论你自己在某一方面是多么的强悍 你都会有另外一方面被别人所碾压 所以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无论那个高阶的贵人 他本身是啊多么的这个荣耀啊能力强啊 这个重心捧月啊他还是有他就是需要别人的那一面 然后一般能够和他们保持长久关系的就恰恰是你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那一面的人 我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一个可能一个地位比你更高的人 但是他本身不是太善于比如说经营资源或者是经商 对吧 但是他其实手中有大量的这种资源 但是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去发展和维护这些资源 那其实你如果跟他合作 就是你既能帮他把这个资源盘活用好 然后对他也能有经济上的利益 然后同时你在跟他合作的过程中你们俩还可以加强这种关系 甚至是让他的各种呃 客户之间也彼此能够产生其他合作的机会 那其实相当于你的这个价值是会非常大的 所以这一部分我就想想说这就是两方面观点吧 就是一方面是你自己要有真才实学 真正被人需要的才干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能够帮到他的那项 那项需求或者说那项相对的短板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一个分享 刚才水仙女神分享的两个案例都非常的好 而且我也非常赞同的一点 就是很多人看到那种上层人会产生一种畏惧感 好像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对他是没用的不是就说人人皆可有皆可以有用 都是可以给上层人给你所要抱大腿的对象 以适当的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要看自己的悟性了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觉得说别人能不能帮我 不你还是能够去帮到别人的 其实我接下来我重点想分享的一点就是跟贵人相处有一个特别大的雷区 而且这也是很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之所以会栽跟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他会跳 跳是什么意思 就跳槽的那个跳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我觉得是过于聪明了 就是他们会在好不容易攀上一个贵人的时候 大腿刚刚爆热还没有爆紧的时候 他们就想着 哎我能不能够借着目前这条大腿再去抱大腿的其他的朋友 去抱其他大腿 我要多发现几个大腿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据我对这种老狐狸们的了解 就是他们是那种看上去很和蔼可亲 然后他觉得这个年轻人你有潜力 比如说你的学历很好 你很聪明 脑子很活 然后又表示出对他们的忠心的时候 他们会说 那好啊 你你你 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做我的门徒 当然他不会用这个门徒这个词语 但是就那个意思嘛 就是我到哪都带着你 你可以跟着我 虽然他不是一个行政上的 或者是一个有一个正式的关系 但是实际上就是你跟上了这个贵人 好 这个时候年轻人就有两种 一种是忠诚的 一种是机灵的 忠诚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跟上这个大哥了 就一直跟着这个大哥 就就傻乎乎的一直跟着他 维护这个大哥的权益 他也不会想着说 大哥今天带我去见了这个大哥 明天带我去见了另外一个大大大哥 我是不是说 我要把这些其他大哥的联系方式 也都能搞到 然后说不定哪一天我可以跳开 我现在这个大哥 然后自立门户 不他不会这么想的 他就是非常实心眼的 跟着他抱的这个大腿 但往往这样的人呢 他是能够得到大哥的信任的 那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我就觉得是机灵的 但是很多时候机灵的人 几乎我觉得 如果用善终这个词语的话 我是很少见到有这样机灵的人善终的 因为我觉得人真的就是过于聪明了 他会觉得 我抱上了这个大哥 然后大哥带我去见了这个人 这个人他可能是某某协会的会长 或者某某委员 他可能是 比我现在跟着这个大哥 要牛逼的多的 那我为什么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呢 我是不是可以说 我现在先跟其他的那些大哥们 也搞好关系呢 对不对 然后甚至会出现就是 他私底下会跳过 他现在跟着大哥 去跟其他大哥去联系 其实这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机会 还有一种情况 他可能他跟的不是说 跟大哥的其他大哥朋友们去联系 而是跟大哥的其他的 可能就是 也是其他的下属 或者是其他的就是行业内的后备 就级别比大哥要低 他也会去私底下跟人家联系 因为很多时候 大家出来一起去搞个饭局什么的 十几个人 大家都会加微信的 或者是在一个论坛里面 大家都会加微信 或一起出去玩什么的 所以说他是可以加到 大哥的人脉圈的资源的微信的 然后有的人他就很聪明啊 他就会觉得 这些人我既然加到微信了 我能不能够就是 就是跟这些人也搞好关系 然后把这些我的大哥的手里的资源 我也给盘活呢 对 就是我称之为是机灵的嘛 但是往往是这样的人 其实大哥其实一仔仔看着你 你如果你敢那么做的话 其实你会失去大哥的信任 就比如说大哥介绍你认识了 就是另外一个企业的负责人 和手底下的那帮人 就是哪怕你自己的企业有什么 有什么就是说合作 你可以直接对接到他 你都不可以直接找那家企业的负责人 你还是得跟大哥去说 哪怕大哥他并不是你 真的是你的领导 或你的投资人都不是 但是你心里要明白 世界上的很多东西 它不是一个写在明面上的 有法律文书的 或者是有有协议去 让你去签的 不是 但是你得明白那个权力的架构 它就是在那里的 如果你敢跳过大哥 就直接跟他介绍的某个企业的负责人 或者是手底下那些助理去联系的话 其实你是失去了大哥的对你的信任的 我总是那个 社会老司机会觉得这是一个入门的基础性的知识 就是说你不能够越过你的介绍人 去找他介绍的其他人 但是我真的发现啊 就是很多工作了很多年的人 包括三十岁出头的人已经工作好多年了 然后也很精英的 他们还是会犯这个错误 我觉得很多人他犯这个错误 他不是不知道 而是因为自己很贪婪 因为他可能是觉得 我得把大哥的资源给 他跟这些资源之间之前发生过什么 有什么样的患难的矫情 你想以为你加了人家微信 然后展示出你自己也是个专业人士 展示出你对别人有用 那就是你的人脉 就是人家的资源 就是你的资源了吗 不是的 人家还是会看我跟你之间的信任程度 我跟你之间的感情 所以说 很多年轻人就是太聪明 太机灵了 就他总是想说 我被介绍的哪些资源 我得给 我得跳过那个介绍人 然后就到我自己玩里来 其实我是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一般来说 就是机灵成这样子的 他就会失去大哥对他的信任 你要知道很多时候 这种信任他不是 不是明面的 说我信任你或 小张小王 你这么干不地的 我以后不信任你 他不会 就是大哥表面上 依然对你是小兮兮的 依然说 哎呀我很看好你啊 怎么着的 但你会发现很多机会 就是不会给你 就不会想起你 或者想起你的时候 不考虑你 就是你很多时候 你失去了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你并不知道怎么失去的 因为大家出来会 不会把这种 思不良的事情告诉你 所以你还以为自己很聪明 你还以为你加了很多人的微信 你还以为你可以盘活这些关系 不会 所以我 我就建议啊 就是说与贵人建立联系啊 我觉得最最最最 不是建立联系 就是保持住建立好的那个联系 最重要的是 一个是忠诚 一个是一种 坦诚 就是说你哪怕你想 去联系某个人 你一定要去跟当初介绍你的那个贵人去讲 征求他的同意 不要自作主招 然后不要狂妄到以为说自己可以盘活这些资源 我觉得有些可能比较聪明的人他会问 那万一我抱的这个大腿他后来不行了呢 对不对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江湖是讲规矩的 你抱的那个大腿 由于不可抗力或者自己完蛋了 但是你 你你对他的这个忠诚是江湖上是被认可的 哪怕这个贵人他真的是自己已经 倾家荡产了或怎么着了 但是因为你是曾经是对这个人忠诚的 所以江湖上是会有口碑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很记贼的 或给自己留后路 好多时候能成事的人是不给自己留后路的 所以说我就看准了这个贵人 然后我也终于被他接纳了 那么我就把我的身家信仰 把我的前途压在给压在他身上 就是我就是会对他忠诚 当然就是自己的专业不能丢啊 我说的这个是说你当为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 要去给自己留后路啊 就是再看看其他机会 我觉得这些人就没有成事 能成事的往往都是这样子的 有一种实诚 甚至有一种自主之心的人 对我现在想 我觉得娟姐说的分享的这个特别好 我想就是也是接着娟姐的这个话 就是你不能跳过一个大哥一个大佬 然后自己去扎进去他身边的那些资源和关系 就是我觉得娟姐说的每一句都是非常的金句 我下面来说一个观点 就是说其实就是大家在这个社会上都知道 就是你往你想去结识和维系那些比你地位更高的人 其实你是为了我们说难听点 为了乡上爬或者是做生意或者是开拓人脉等等 你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利益诉求的 这个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人和人的相处 哪怕是这种跨阶层的交往 其实它里面不仅仅是有利益 它是有感情的 但这种感情就是说不是说 如果我的贵人是一个男性 就我跟她是那种异性感情 我不是这个方式面 我是说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荣辱与共啊 然后信任啊 仗义啊 情义啊 是这方面的那种感情 我曾经有一个也是 就是一个事业非常非常成功的女性 就到处上杂志做演讲那种级别的那种姐姐 然后就大姐吧 年龄也很大了 但是她跟我说的句话特别好 因为当时我也是因为一些挫折不太开心吧 然后她跟我说 人和人如果仅仅是因为利益的绑定而走在一起 那有走在一起的那一天 就一定有因为利益而分开的那一天 而相反能长久的关系 它中间会有利益 但是一定不只有利益 还会有感情 然后这个里面我就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 一个案例 就是也是一个我跟家人就是去 参加的那种就是春节期间吧 那种聚会啊什么的 就是那样的聚会 然后大家庭 然后大家各自然后找自己的这种 也是老朋友吧 反正父母为的聚在一起 当时那个就是饭桌上有一个 她是一个三甲医院的副院长 然后就她也是年纪就退休之龄吧 当那种专家级别的 他们好像就是医院会有一些 反聘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 安排就是会让她再就延几年 所以当时春节的时候 她不知道她是不是会继续的延长下去 然后当时我们饭桌上就有一个长辈 就已经也是60岁多的这种 非常优雅的一位女性 然后她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好 她就说这个啊 这个某某院长 她就说无论您就是接下来是 在位还是荣修 就是您继续在这个院长的位置上 您就是我们尊敬的院长 然后您您不在了 您就是我们亲爱的朋友 说若您在位的话 您很忙 我们也不打扰 若您不在的话 您就跟我们经常的 一起去旅游啊 一起去吃饭啊 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院长 我听到这个话会非常的感动 然后回到娟姐说的那种 就是跳过 就是你认识的这个大哥或者大腿 然后自以为聪明的去抱其他人 就是我觉得更深一步的分析 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行为 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本质的原因是 他其实并没有把这个大哥或者这条大腿放在眼里 我再翻译的更直白一点 他其实可能并没有很喜欢这个大哥 就是我说的喜欢啊 再一次就不是那种男女关系异性的喜欢 也不是说同性恋那种喜欢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 你喜不喜欢这个人 就是说呢 当这个大哥这条大腿 你假设他退去了所有的这种 什么委员啊 什么会长啊 什么主席啊 什么董事长啊 就是把所有这些江湖名号都拿掉以后 你还喜不喜欢和这个人做朋友 其实这是非常 就人有的时候毕竟还是一种 就是人心都是肉掌的这种感性的这种动物 其实 作为人都是会有这样的判断的 然后你究竟怎么样看待这个贵人 他也会怎么样的感知到 他也会怎么样看待你 请问的西红氏同学提问啊 心里真正仰慕的贵人和纯粹利用关系的大腿 可以分开对待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这又是一个看上去很聪明的提问 其实我的回答是这个 就是 你不要有纯粹利用关系的大腿这个选项 就是你心里彻底放弃这个选项 你如果你想去找贵人 你就去找你喜欢的人 作为你的贵人 就是你你一喜欢他 同时他也喜欢你 同时他可能能量也很大 同时你可能刚好有帮得上他 这是好的选项 而且在我眼里是没有坏的选项的 就没有说我纯粹想利用这个人 然后我对他很讨厌 或者是我对他没感觉 我就纯粹利用关系 没有 在我的概念里面 你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不要把你的精力用在 去 花一点点在纯粹利用关系的上面 都不要有 如果你想去找贵人 你一定要去找你心里仰慕的贵人 这是唯一的选项 没有其他选项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真的就是像水仙女神刚才说的 感动 就是遇到上层的人 他们是很在乎感动这个东西 很在乎这种 你是不是真的跟我互相喜欢 因为上层的人真的很多人他真的是悦人无数的 你如果是纯粹利用关系 你一开始就会被人看穿了 然后你很快就会被踢出去的 何必呢 就是我前段时间跟男人去讨论男女关系的时候 其实我有个观念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发现跟上层人的相处 跟男女关系是有一个类似的点 为什么呢 就是可能在中产阶层 中产这个阶层 很多心机女用的很多套路 还是真的对中产男是有用的 但是一旦到了上层就没有用了 到上层那些女孩 还真的都是喜欢 他们的那个上层男的老公啊 男朋友的 就你真的到了上面啊 又反而就变成了那种又很纯净 又很多的真 有很多真爱在这个里面了 那种可以说的很多的心机 在中等阶层是管用的 到了上面是不管用的 其实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神话上层 觉得上层都是怎么好 不是的 上层其实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我觉得是很多 其实很多很多也是 你不可避免的会 有有各种的 比如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那种 征兆出现 但是就人际关系上来说 我觉得正是因为 大家都是人精 所以你去骗人精 其实是很难骗得到的 你还不如就是坦诚的去面对别人 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说上层都是好人 而是说上层很多人都是很精明的人 哪怕他自己是标准 他周围他的家人可能还是有很多精明的人的 所以你干嘛去骗呢 你干嘛去 你干嘛去试图以你的那些功夫去 去试图就忽悠过他们 不用的 就是我是觉得 越到了上层 你如果你是个女孩 你想去面对上层的男人 我劝你最好就是你真心实意的 发生内心的是很爱他的 如果你是一个职场上的小兵 你发自内心的去仰慕那些贵人 这是OK的 你不要想着什么纯粹利益关系 我觉得纯粹利益关系 真的是在中等阶层和中下阶层 可能是管用的 因为这个阶层可能很多人 他还变事情的那个强度是不够的 但是一旦到了上面 我是觉得最好最好最好 还是你真的就是仰慕他 今天我发现 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 马上都快九点了 但是还好 我们还是有时间可以说一说 建立联系 建立联系这一点上 我之前跟水仙女生聊的时候 我发现我在跟职场上的人 贵人建立联系 这方面我是比较弱的 所以如果谈职场是主要是他来谈 职场上跟人建立贵人联系 因为我发现 可能是因为我在进入职场之前 其实我的个人经历的原因 所以说我对于在职场上建立 比我高阶层的人的关系 其实我自己是不注意的 所以我真的很弱 但是我其实还是比较熟悉说 女孩子跟比自己高几个阶层 男人之间建立联系 这个我还略有点了解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 不是谈男女感情 所以我就分享一点点 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 就是如果是男女关系这个方面 如果你女孩子你是足够年轻的话 你还是有一定机会 找到比自己阶层高 好几个阶层的男性贵人的 而且你不要被自己说 自己的原生家庭的阶层比较低 给这个限制住 不是的 如果你足够年轻的话 你还是有蛮多的机会 就是认识比自己高两个三个阶层以上的 男性贵人都是可以遇得到的 但我还是需要提醒的一点 就是第一个你要足够年轻 如果你过了一定的岁数 我觉得甚至说你超过25岁 你就最好不要去有这种幻想 因为有这个幻想通常是会伤害你 但是如果你足够年轻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机会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还是那句话 不可不可以过于聪明 因为我觉得很多女孩子 真的就是真的让我提跳皆非 因为太聪明了 他们比如说今年20岁 他遇到一个男性贵人 那男性贵人可能就是35岁 那对他事业 就是说这男性贵人的事业 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你知道一个35岁 事业做得很好的男人 他去对20岁的小姑娘有耐心 基本上就是因为男女的那种吸引力 对不对 但很多女孩子他特别特别的 我觉得聪明过头 他会觉得 这个男子他虽然事业有成 可是我也要证明自己 这个35岁的大哥哥 他可能对我事业有种帮助 我让他给我介绍实习 介绍实习的时候 说不定我还能认识更有 扭逼的男人呢 或者是说 我看他能不能帮助我 干这干那的 其实这特别蠢 因为35岁的那种精英男 他如果喜欢一个 20岁比他阶层低很多的女孩子 他就是因为你是小女孩吗 他喜欢你吗 这个时候你小女孩 你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做他的女朋友 做他将来的妻子 这就够了 但凡女孩子 试图把男 男人对自己的 好感 试图转化为 对自己事业帮助的 完后到最后 你事业也做不起了 然后你还丢掉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病 你自己阶层高 好几个阶层的男人 然后这样的男人 就是你真的是 你过了一定的岁数 你是不可能遇到的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 女孩子你如果过了一定的岁数 就不要再幻想 男女方面有比自己 高好几个阶层的贵人 你早点换起这个幻想 你的心智带宽 是可以节省的 你如果你过了一定岁数 你还在幻想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是 很赞用你的精力 但如果你足够年轻的话 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但是你遇到这个机会呢 也不要说 试图转化为视野 你就要看这个机会 你要不要把握 你是不是喜欢它 对我刚刚把 娟姐的这一段话 听完好 对我 是的 我非常非常赞同 她的这个观点 因为她是从这个男女感情方面来 来分享这种案例吧 就比如说一个出出校园的 二十出头小女孩 遇到三四十岁的这种 大哥哥的情况 对 居然是从感情方面说 你不要期待 这种情况会让她 对你事业上有帮助 那我从我的看到的 这些案例来说一下 我是非常赞同 捐这个结论的 因为其实我 这金融圈里也很多 那种小姑娘 就是一看 就是被介绍来的嘛 就一看 就是关系户 但是我想说 这种关系户 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女孩 就是首先女孩本身的履历 是非常棒的 就是大家叫得出名字的 就是可能全世界不超过 十几二十所的那些学校了 就本科第一学历毕业的 然后各身自然的能力 也是非常棒的 另外很关键的一点 这个女孩之所以被介绍来 这样的工作 是因为她父母和那个男贵人 之间的关联 这个就这个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女孩她本身就是出在一个 比较富贵和有实力的家庭里面 只不过因为她父母 可能不是从事金融 或者不是从事某某领域的工作 比如说女孩想去艺术 想去媒体一类工作 但是父母自己不在这个圈里面 然后父母给她搭了一个人脉 让她进来了 所以本身是因为她头太头的好 而不是因为她搭上了什么大哥进来的 所以就是说我看到的年轻小姑娘 被介绍那种很珍贵的工作机会 第一是因为他们能力确实配得上 第二是因为她父母的关系 对然后就是说就是怎么样去建立关系 我想到一点还是 我之前跟娟交流的时候 我们俩有一个共识 就是叫梯度预期 就是你他这个事情还是要 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讲究的 就是我们说就是你一个非常非常处于社会下层的 并不可能突然有一个特别上层的贵人来赏识你 还是不会的 就是基本上 嗯这个梯度预期还是要有的 就是相当于 就是相当于你不可能一口吃一个胖子 就是你还是要到了那个的层次上 然后你才会跟你的那个贵人有共同的话题 爱好经历 甚至是观点 就是说 我我我我甚至觉得 其实当两个人如果梯度差得太远的时候 其实好多事情是很难很难聊到一起去的 而其实好多时候这种非常敏感细微的点 会阻碍你和那个贵人的关系 就是我我还就想到有一些例子 就是比如说 嗯 比如说当一个大哥或者大佬 其实有一些争议性的时候 就是你你是怎么看的 就是其实这个就非常反映出你本身是来自哪里的 就是这个其实是很很很炫妙的 也是就是人心是没有办法去逃避人性的 这个就是因为比如说 我也看到过有一些人就比如说批判 呃某某大佬呃 比如说以他今如今这样的身家功成名就啊 给母校捐款才捐了举例啊 一千万嗯 才捐了五百万 我的天哪 这么少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当当你看到这样的别人的就是评价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比如说每个说这样的对话的人 你给母校捐过 别说五百万了 五十万你捐过吗 十万块你捐过吗 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 因为你们本身来就是的起点不一样 所以你们想的事情不一样 所以如果有时候你跟对方差距特别特别大的时候 其实很难完完全全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角度去想问题 然后也就很难有长期的这种这种绑定 哦看了一下时间啊 就是好像已经快到九点了 那我就就是再说一句话就结束吧 就是说也是顺着刚才的那个梯度预期的观点 就是 嗯 其实我本身也不是一个非常善于结识什么贵人的人 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资格来分享这一课 因为基本上就是我生活中遇到比我社会地位高的人 如果保持联系都是对方主动来加我的这样 所以其实我想说就是其实你结识谁 其实我觉得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这圈子真的是很小 我们的教育就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吧 其实反而放宽心 就是当你 比如说结识贵人 如果你把这个目标比作就是终点第十步的话 其实它取决于你前九步 到底做的怎么样 就举一个例子来说 假设啊 我们以那个就是三甲医院的那个院长为例 就是假设就是他想去结识某某贵人 那其实这这是一个漫长的就是二十年多少年的积累吧 那至少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 当他十八岁的时候你考上写和一和大吧 所以然后你人生后面还有漫长的十步二十步三十步 然后到了那一个时点 你其实非常非常自然而然的就会结识你的贵人 所以就是我只是拿这一条就是学霸的道路去举例啊 当然每一个领域都会有自己的道路 所以其实就是说 我想提个比喻 就是任何一个跑 长跑运动员他其实享受的并不是跑到终点撞线的那一刻 他享受的是跑步中的每一刻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步一步来 不用太担心也不用太紧张 其实你前九步走好了决定了你是谁 然后到底是不就会有那样的人来揭示你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雪仙女神提到的在职场上 你要结识贵人 你得把他当一个漫长的长跑 把他当马拉松 以及说你得有梯度意识 你不可以一口吃个胖子 你不可能是说你只是一个实习生 或者是说工作三年五年的 你就能够跟那种级别非常高的大佬 建立起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职场跟情感不一样 在情感上你真的是可能 说你20岁的女孩 你认识35岁的非常非常高 就是你作为职场上 你根本不可能碰到的那种男人 你是有机会的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情感往往比较的吸引人 那职场上的很多故事 往往不那么吸引人 为什么呢 因为职场它是有秩序的 有那个规则在的 但情感领域确实是有很多 很梦幻的很多奇迹 包括我自己我经常被 被有些人攻击成就是比较马力苏 但是我自己 我真的是见过一些马力苏的故事 就是你怎么说呢 就是说那种 你连那种霸道总裁我呢 不敢想的那种情节 我真是见过的 所以说这也是说情感领域 它有那种梦幻性奇迹感 有传奇性 但是它不长久 它不是一个可以复制的东西 可以拿出来说你普通人 你可以拿出来做一个样板 你可以照着学习 照着这个秩序去做 你就是可以越来越好 但职场呢是这样 职场它没有这种 amazing的东西 但是职场 你是可以按照这个 梯度一步步来的 你只要每一步都做得 扎实了 做对了 你到最后的结果 肯定是不会差的 这也是职场 让人很安心的一点 最近我在知识星球 也有说到过 你经营资源 经营人脉 这些本身 它都可以单独 拎出来做一项视野 然后没有一项视野 它是有单一维度组成 也没有一项视野 是很快速的 迅速的 通过一两步的技巧 可以达成的 这个里面都是功夫 所以我觉得 就是保持和建立 今天毕竟是一个小时的 这个时间 不可能是面面俱到 但是水仙讲的好几个点 依然是对我的启发 是蛮大的 然后我自己分享了一些 比如说不能换码头 这样的事情 以及说 其实很多时候 我是再补充一句 我觉得我们要克服 内心的不安全感 很多时候 我们出的昏招 都是来自于 我们内心是有不安全感 所以说 如果你内心有安全感的话 你就保持忠诚 不要换码头 按照那个 批路意识 按照这样子的一个 有漫长耐心的这个过程 就像种子 你慢慢等它发芽 慢慢等它长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把它当一项 像园艺一样的事业 那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也会 比较不那么的辛苦 虽然说我们每次起的标题 我老是觉得 还是有一种急躁感 如何与人保持联系 如何与贵人监力联系 但事实上 我其实想传达的事情 都是说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任何事情 我宁愿想象自己是一个 园丁 一个种植物的人 他有自己的生长规律 就是我也不着急 我不认为什么事情 它可以速成 什么事情 你可以通过种种催肥 可以迅速的 怎么怎么样 要有这个耐心 然后享受这个过程 在课程的结尾 还是照例放 签两会员的二维码 以及我个人微信的二维码 我知道很多同学 已经加了会员 但是还是有些人没有加 所以还是再啰嗦一下 就是可以加这个会员 会员是打包 可以一年听 你直播间的所有的课程的 一年有效期 所谓一年有效期 是从你加入的这一刻 起算的一年有效期 然后加入会员之后 可以加我微信 加我微信 你可以就有什么 可以跟我聊 包括说你对 接下来你想听什么 只要我觉得我这边 我也能够讲 或者是我能够找到人讲 都是可以考虑的 还可以把你拉到一个 签两会员群的 那个大群里面 每次我觉得聊签聊的时候 我都不想停下来 但是我们这个 这个时间已经超时了 十分钟了 所以今天也就先这样吧 大家晚安 因为我觉得今天内容 其实也是足够 可以回听 对 那 接下来大家就是可以 洗洗睡了 晚安吧 我先看 我都不想停下来 我都不想停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